文旦佑采收季节涌入 瑞瑞乡运送文旦佑的厂商和消费者瞬间爆量 为了保护产区村民的健康安全 相公所从8月23号到9月19号 分别在瑞岗大桥和北岗大桥口设置了防疫站 对于进入村张的车辆登记 还有对人员要实施额温检测及失联制 文旦佑进入采收产季 原本平静的赫岗村 搬运车、物流、大货车 或者一般消费者瞬间爆量 即便疫情降级 当地居民仍忧心 从四面八方涌入的人车潮 可能造成防疫破口 相公所为此特别在主要进出口 设置防疫站加以管制 为了整体的一个防疫 请所有的农友及相关人员共同配合 那我们今天开始到9月19号这段时间 我们会在赫岗桥的东侧 以及我们北岗大桥的东侧 来成立两个检疫站 从即日起到9月19号为止 只要进出赫岗文单有专区的人车 一律受检验站登记实联制 以及量测体温 对于搬运车工或者赶时间载运的货车司机来说 头一次遇到虽然麻烦 不过都乐于配合 很好啊 当然啊 这样才会达到防疫的效果啊 一定要的啦 那你们平常都怎么做啊 平常哦 这车上都会放酒精啊 对啊 口罩都下车就挂掉了 瑞瑞各界一直认同支持设置 文单有防疫站也配合相关的防疫措施 也令当地居民及村长感到放心与安心 一个男一个别的两个防疫站 要使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更健康 不要让病毒留在我们的部落 即便防疫降级 但相关防疫措施还是一定要的 大家齐心协力 做好自主防疫工作 地方农政单位共同设置文单有防疫站 不仅保障农民运输司机的健康安全 也让疫情下的文单又 也能安全送达到消费者的手中 让每位消费者都能安心品尝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